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大陸的微博上就有一條貼文傳得非常厲害 令海內外的媒體都有報導 原來環球時報副總編輯段靜濤 向中紀委網站作出實名舉報 而被檢舉的人 正正是大名鼎鼎的環時老總胡錫進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段靜濤副總編輯究竟他是怎麼說的 其實昨天在微博上流傳著有兩張截圖 第一張就是寫了舉報人訊息和被舉報人訊息 分別就是段靜濤和胡錫進 第二張圖片就是舉報的證文 哇這一段就精彩了 標題是什麼呢 就是舉報環球時報總編輯 胡錫進有婚外私生子 問題裏面就是違反生活紀律行為 問題細類就是不正當性關係 這個短語的切分真的不知道怎樣 到底是不正當性的關係 或者是不正當的性關係 哈哈哈哈 這裡就是非常大的分別 這些叫做差之毫利 又謀之千里 好了 到底他的舉報證文是怎麼說呢 他說 中紀委領導 你好 我是環球時報社副總編段靜濤 我現向組織實名舉報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身為領導幹部 理想信念喪失 嚴重違反黨紀國法 與環球時報原來的員工張藍衣 和現在的職工 叫做高詠 長期保持著不正當性關係 張藍衣和高詠兩人 分別為胡錫進欲有私生子一名 胡錫進作為黨報負責人 輿論戰線的知名媒體人 表面上勤勤狠狠高喊愛國 私底下嬌車淫逸 腐化墮落 這位段靜濤副總編的舉報證文 寫得洋洋灑灑 究竟這段內容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其實胡錫進很快就作出一個緊急澄清 那篇澄清文章的字數 比起段靜濤的舉報證文 差不多是多了十倍的 昨天網絡的反應當然是非常之空洞 那些網民就剝到一地都是花生殼的了 吃到不亦樂苦 其實在過去幾年間 有關於胡錫進有私生子的傳聞 已經不止第一次傳出的了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次了 但是往事這些傳聞完全不是一些實名舉報 只不過是一些網絡匿名的貼文 當然在可信性方面就是會打了一些折扣 但是現在這位段靜濤副總編 首先來說他就是實名舉報 他是有名有姓 他就是要為著舉報貼文 來負上言責 第二 這位段靜濤副總編 來頭也不小 而且是跟胡錫進同一個單位做事 加上他本身的職位 都是做到副總編 肯定對於內部事務 是有一定的掌握 段古就不會說他在亂吹 而且他的舉報證文裡面 不僅提及到胡錫進的名字 連他保持著不正當性關係的 那兩位員工的名字也有提及到 究竟是否比匿名的消息來源 為之更加真確呢 真不真就不知道 但起碼是有確實的一些名字 我們又要看看 到底胡錫進如何回應 大家都知道 胡錫進一般對於這些傳言 他很少理會 但這次又不一樣 因為被副總編反咬一口 於是他很快就寫了一篇文章 大家聽完之後 就判斷一下究竟信不信他 他是這樣說的 可能有些網友看到環球時報副總編輯 段證圖實名舉報我的網帖 老胡屋正在廣州藍沙區 受區政府邀請講火 聽說了這件事 我首先要跟兩位無辜受到牽連的環球時報同事 以及前同事通了電話 對他們如此躺槍受到困擾 是表達協議的 聽他這樣說 即是說那位前同事 和現任的同事是真有其人 因為他說是無辜受到牽連 起碼這個人是真實存在的 那件事是怎樣呢 就領作別論了 起碼那個人是真的 OK 第二段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幾年事情的來龍去馬 大約在三四年前 段證圖同志去了黨校學習了一段時間 他大概就產生了一些個人化的聯想 回來以後就肯報社內外都跟人說 說胡錫進將要離開環球時報 他就會接任環時的總編輯職務 當時我只是在小範圍裡做了解釋 為免對他不利 就沒有擴大到反駁的範圍 他這番說法簡直就是棉女藏針 而且還將自己形容得很大量 就說為了避免對別人不利 第三段 在一個月之前 具體來說是10月27日 段證圖同志來到我的辦公室 跟我談話了 直接就要求我辭去環球時報總編輯 由他來接任 他就說中紀委接到舉報正在調查我 已經有了結論 但我就可以用辭職換平安 他還跟我說他不是在請求我 而是跟我談判 但第二早上他又跟我發微信 向我道歉 說自己好像撞了邪一樣 胡說八道 對不起我的救命之恩 他那條微信的截圖 我就一起發給大家看 他下面真的有一張截圖 內容也是如胡錫進所說的一樣 當然那張截圖是否真的 段證圖同志所發給他呢 難說了 因為你知道截圖的東西很難驗證 姑且當作是 接著那段 他說 然後就發生了今天的事情 實情段證圖已經長期沒有參與環球時報的工作 處於實際閒庫的狀態 原因就是 在環時社務委員會看來 他已經失去了正常履行職責的能力 但我們一直都很愛護他 我在一個月之前的談話當中對他說 你這樣跟我說話既違反了組織原則 也違反了道德原則 我就勸他 關於我要辭職 而且由你取代我這件事 是你的狂想 希望你快點清醒過來 他說 那次談話之後 鑑於事情有了一定的嚴重性 他就已經向環球時報的社務委員會做了通報 並且向人民日報的分管領導做了回報 但是我們還是控制著事情的知情範圍 如果今天不是事情鬧到這樣的話 我老虎就決不會在網上公開澄清的 說實話 我更加擔心的就是 這一段澄清會對段淨圖產生不利的影響 哇 你真是夠了關心你的同事了 聽你胡錫進這樣說 這個段淨圖 猛金來生安百造 砌生豬肉 來冤禮你 哇 你都在這裡 要眷顧他的感受 哇 你簡直就好像聖人一樣 是不是 老虎最後一段就說到 事情涉及到的不單是老虎個人的名譽 還有兩位無辜被捲入的同事 以及前同事的清白 還涉及到環球時報的信譽 這一段澄清是被迫的 希望大家能夠予以理解 好了 整段的說法就真的說了一次出來 大家有沒有聽得出一些問題呢 就是他作出這一段澄清 他就從來沒有提及到 師生子這三個字 是不是 究竟這個師生子是存在 還是不存在呢 是師生子 還是師生女 還是根本是子虛烏有的呢 他應該也說出來 他也沒有提及到的 純粹說要澄清 到底他是澄清了些什麼呢 大家聽完之後 我相信有部分人都聽到一頭沒水 哈哈哈哈 因為人家的舉報證文 那個重點就是 你有兩個師生子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才行 有就是一句沒有兩句而已 是不是 你寫這麼大段出來 其實看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前陣子有張胡錫進的照片 就在網上流傳的 那張照片就是胡錫進 和一對年輕的男女 他們的一張合照 背景就是在機場 當時有些人就質疑了 喂 想中啊 其中一個是不是你的師生子 或者是師生女呢 這樣 喂 當時在網上流傳的很厲害 但是胡錫進 就沒有作出那些 任何澄清的 那他現在都沒有澄清的 他現在只是澄清 斷正圖那一段 這樣 那到底那張照片 那個想中人是誰來的呢 到現在呢 都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確認得到的 那究竟是有還是沒有 那真是 天知地知 他自己才知道了 那另外呢 他在微博上面 也都是 猛咬這個澳洲 又說澳洲有些反對黨的議員 就呼籲在聖誕節期間 就是抵制中國產品 那其實提出這個呼籲的 就是一個極右政黨的領袖 叫做Pauline Hanson 住在澳洲的益友 對他都很熟悉的了 在政壇裡面混了很久 但是影響力也是差不多 在議會只有兩席 那麼大把而已 那被胡錫進放大了 拿出來說 就說有人在澳洲 要掀起新一股的反華聲浪 這樣 這些完全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他就把少數人的意見 就以片概全 就搞到好像全國澳洲 都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在另一條鐵文 他還厲害 他就說 但是近日中澳衝突當中 在西方的輿論戰場上 連續都保持著環球時報聲音的存在 這場衝突 就不單止是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問題 同時也是五眼聯盟對中國的輿論戰 環球時報和老虎就不會缺席 他們永遠和中國的國家利益在一起 那麼實情 這個胡錫進就是不斷地鼓動中國的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那裡煽風點火 喂 他根本上就好像很想搞到中澳關係越來越和 明明這個莫里森在早兩三個禮拜 他就已經是嘗試為著中澳的關係降溫的了 不要搞到那麼禍 搞到那麼僵 只不過中國見他想縮 他就強行夾他上橋 先就有趙立堅的戰狼外交 跟著就有胡錫進這樣不斷吵架 總之有這麼交得這麼交 這個胡錫進肯定是猛的 咬這個澳洲 可以使得那些網民的精力 就全部去澳洲身上 沒空看他那篇的傳聞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